好 那这个静怡委员怎么看 昨天晚上国民党的党团冲进去的时候 因为我脸书上非常多同温层都是太阳花时候的朋友 那所以昨天晚上大家非常兴奋 事实上刚刚大家在说他们撑不到一天觉得很可惜 我要给他们鼓励啦 因为昨天晚上大家觉得他们没有冷气应该半夜就走了 想不到还可以撑到早上 那其他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他整个事情角色错乱 你看他堆椅子的方式也是模仿太阳花 那一直说要复制一个国民党版的太阳花学运 第一个事情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国民党把他骂得半死 很多所谓支持蓝的这个家长都说这些孩子在乱来 没有前途的孩子在乱来 结果你发现他孩子很厉害 什么语言都有还可以开国际记者会的这一种 那国民党你当初把太阳花骂得要死 你现在学太阳花说我们也要来抗争 这已经不合理了 第二个事情所谓公民不服从是 今天你没有拥有公权力的人 觉得这个国家的机器正在压迫你 所以你上来处理 这个那时候年轻人做这个动作大家会有一种反应 觉得说因为他们觉得代议室的做法不够好 或者是真的是已经抗争到没有办法 这是民众他是人民 可是今天这些都是国民党委员 他是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是台湾最高民意机关 说实他蛮大的 他是可以监督我们的行政立法等等相关 都是他们这个权利 结果你搞一个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在做的事情 完全角色错乱 理论上来讲你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做 我也同意当年我们在民进党尤其以前只剩二十几席的时候 我们做过非常多抗争的东西 但我等一下讲抗争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角色错乱 第二个事情就是当然是耐力不足啦 你一进去就先喊开冷气 这太扯了 因为昨天我脸书上所有参加过太阳化的朋友就说 我当年睡在旁边的那个柏油路上睡了好几天啊 一个礼拜之后我们才有冷气的啊 前面都是人家来帮我们弄通风闷得要命啊 讲洗澡 很多人都说好多天都没有洗澡啊 年轻人们会觉得 你很没办法的耶 就刚刚讲了 你某个年龄某个身份 你就去做那个年龄那个身份可以运用的工具 而且年轻人那时候抢占了一场之后 他们是有论述的 他们有他们的目标 有他很清楚的论述 为什么这样不对 然后什么东西我们要求什么 他很清楚 那那个时候事实上大家也记得 很多人在议场外面嘛 清早东很多人 那清早东那时候很多人是老师去那边 带着大家去上包含民主的课程 包含去上很多相关的议题 大家都在路边开讲讲课程 而不是在那边话修 还要求斗内这种东西 所以第二个事情就是你议题完全不对嘛 然后也没有动逃 那再来就是缺乏正当性嘛 其实前一阵子上个礼拜 国民党那时候应该是林维州委员 他有提到说 他们觉得那也来废这个考间 那我们民党当然很高兴啊 废考间可以提案啊 我们对我们一直说 我们说要废考间已经讲了 14次都被国民党挡住 因为废考间不是过半而已 你要立法院四分之三以上委员出席 你要修宪 你要修宪 那我们是想要修宪修了这么久 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 国民党如果愿意修宪 其实我这样讲 真正要进到废考间 那才是大工程 因为你考试院的权责还比较好分 监察院因为它毕竟有 它所谈劾跟监督公务机关 这个权责要放到哪里 这个才是一个大工程 所以其实刚刚我很同意 刚刚黄大哥讲到的 我们需要一个有利的反对党 这个有利的反对党 不是去跟人家打架 拿椅子架门跟拿铁链绑自己啦 我真的觉得我也很赞成 台湾要有强有有利的反对党 可是这个强有有利的反对党 是你要能够好好认真做功课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废选间 你们的意见是什么 你们的立场是什么 那国民党现在是正当性不足 就是说它当然你可以针对 陈菊我们讲的前秘书长 有一点意见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我很难过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讲的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到现在美丽岛事件 它事实上是政治受害者 到现在如果以韩国 它在看这个所谓的 政治受难者的立场 它那个地位是很崇高的 就被用各种方式污蔑 我觉得这对它来讲是 它是很忍耐啦 我们也很心疼 可是回过头来 今天如果国民党认为 监察院它一定要留着 它很有功能 那当初我们提名黄建廷 当副院长的时候 你们的反对理由是什么 好那如果你们觉得 监察院很没有功能 那很好那就一起来 把它废掉啊 那可是要废掉这个工程 所谓修宪工程 就是一个大工程 那民进党是一直很负责任的 我们从来都坚持要废考监 然后呢我们也提了很多的案子 说我们要来废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一直觉得说 这个动作就是所谓 正当性不足嘛 如果国民党进去冲进去 然后把身上绑铁链 把门挡起来的目的 只是为了反对陈菊 你不觉得你们的格局很小 而且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是 陈菊秘书长是之前 国民党在美岛事件的时候 他是政治犯耶 那时候的政党 那时候的国家的 这个所谓政府是谁 就你们国民党啊 也就是你当初迫害人家 现在他要出来当人权委员 的这个相当于 人权的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 你又去迫害人家 这个双重迫害受不了的啦 那我最后要讲一个事情 民进党我们也有非常非常多抗争 那不论是所谓的 之前太阳化的抗争 或者是民进党我们过去 在一场里面的抗争 抗争的目的是什么 抗争的目的是要求拉下来协商 协商出我们彼此认为 可以各退一步 或我们认为这样事情 会比较好的一个地位 因为你小党当然举手是举书人家嘛 那民进党向来我们的抗争 就是为了协商 为了达成协商的目的 各退一步或哪一个案子 就不要动了 国民党现在有没有要协商 今天其实早上这个会 开了谈话会之后 就是要开始开启协商了 好就说我们要做哪些议题 要不要协商 那结果他们昨天冲进去 他们也不打算协商啊 我们一直都觉得 抗争是策略 目的是协商 可是国民党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打了一场仗 好累哦 回去洗洗澡睡觉了 这种做法 这个不是一个 我们讲的所谓 称职在野党应该做的事情 甚至我觉得 不要讲在野党或执政党 而是说所有政党 我们在对国家往前走一步的路上 大家要去消除旗舰 这个旗舰不会是意识形态的反对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 各自的立场中间去磨合出一个 我们觉得有机会的事情 好我们稍后回来